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一分钟 每周一只手舞更新 男朋友光会吃月饼 问他月饼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哼 付钱的人类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同朝开过皇帝李渊在位时 一年中秋 在大将军李靖打败匈奴的清歌宴上 土拨商人上贡了一盒饼 李渊拿着圆圆的土拨饼和月亮比了比说 因将虎饼都成熟 就用这饼祭拜了月亮 从此之后 中秋祭品里就多了这种公饼 并肩熟成月团或小饼 到了北宋时期 小饼做法变得烤鸠 越来越好吃 斯隆伯就夸过 小饼如脚月 总有酥与鱼 又有酥油 又有糖的小饼 凭着又脆又甜的口感 丢缠到了南宋后 开始被称作月饼 全朝末年 主元章把8月15页起义的字条 藏在饼里 跟传给义军赌过冠军的检查 营筹建立以后 主元章就把这种饼 作为中秋节令高点 嗓赐给大全们 月饼开始风靡 美西湖游览至于 记载为曲团圆之意 还有人逼致你吃变态的韭菜月饼吗 告诉他 你只吃杏仁 桃仁 花生仁 麻仁 瓜子仁的五人月饼 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 有知识的人 总是传统的清新脱俗 想加入飞碟说 和我一起玩吗 那快快发送招聘两个字 到飞碟说微信 了解职位详型 动画师 文案策划 运营 我们都需要 还有更多好玩的职位 等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